孔子拜师 项驼是春秋时期的神童 传说有一次他坐在沙土做成的沙城中 正好遇见孔子驾车而来 小朋友,你不知道车来了,要让开吗? 项驼一边摆弄着自己的沙城,一边问 自古以来只有车让城的道理,哪有城让车呢? 孔子点点头 你说的似乎有点道理,但这沙土做的城,并不是真的城 项驼人鞠了一躬 那晚辈想问您几个问题,如果您说的对,我就让开 若您说的不对,就要绕城而行 孔子笑着说 请讲 请问先生,什么水没有鱼? 你真是问得怪 江河湖海,什么水都有鱼? 不对,井水没有鱼 项驼又问 再问先生,什么火没有烟? 这,老夫愿闻其详 嘿嘿,当然是营火没有烟啦 这,言之有理 最后再问先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呢? 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孔子就知道眼前这个小孩不一般 谦虚耻耗学的孔子连忙弯腰左翼 老夫不知道,还请赐教 项驼咯咯直笑 呵呵呵呵,枯树没有叶,雪花没有枝,老先生您输了,要遵守约定哦 后生可畏啊 老夫,远绕城而行 再换您一生老师 说着,孔子驾车绕过了项驼堆的沙城 行为一礼后离开了 这件事不久后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们纷纷夸赞项驼聪明 更敬佩孔子对于任何事物谦虚好学的态度 点击订阅我们吧